請問一下廖老師 如果你老公在對岸 那麼八個月才回來一次 你會不會想要去看一下 我不會 不會 因為太忙了 你自己太忙了 我自己太忙了 忙是什麼藉口 那我們都不是當事人 沒有啦 我也沒有說我很開心 可是從周遭的這些 我們可以去推敲 如果是我了 我一定會想要去看看 東人啦 東人啦 是 小孩也會想看爸爸吧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說你怎麼這麼久沒回來 你是過得不好 事業是不順利 還是有什麼事情 對不對 如果是夫妻的話 真的還是一條船 阿德剛剛在講說 他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整合出一個 對雙方都很好看的一個協議 我不認為他們是在這麼短時間內 就做這個決定的 應該是折衝很久了 雖然不一定回來 但是折衝很久了 可能就是溝通的過程 可能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沒有辦法那麼快做決定 我覺得這個媒體的報導 其實有加速他們的速度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說 其實在大陸工作那麼久 沒有不常見面 對一個就是譬如說 孩子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然後結婚也夠長的一個狀況裡面 我覺得其實還蠻正常的 我告訴你正常在哪裡 因為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真的是要見面打電話 才能聯絡上 像每天LINE 可能或是一日視訊 可能沒有那麼陌生 沒有被你那麼遠 那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中年人要去大陸打拼 我相信有很多人 真的是壓力很大的 就是也可能要報喜不報憂 然後回來壓力也會特別大 那我覺得這個整個過程 我覺得都可以互相理解 然後再加上說 太太這邊小孩子也是放不下 因為還那麼小嘛 就是長期陪伴 他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呢 也許夫妻可能也感情淡到有一天 就是說你可以獨立做我過好生活 其實這樣也相安無事的話 這麼少見面我覺得是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董志成有說 因為如果是男的我就拿槍去找他 他說男女出軌抓奸在床 他們又沒有奸 我要怎麼說 然後他說晚上他回家會請他講清楚 因為晚上可能要談離婚 講清楚的話至少還可以原諒他 他說這個 就董志成他自己錯一點錯都沒有 你為什麼不想想 老婆寧願要個女的也不要我 老婆寧願要個女的也不要我 這個事情對男人還是有傷害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話就是太挑釁了 挑撥 為什麼 就挑撥夫妻之間的感情嘛 人家比如說如果我們比如說 你知道為什麼尤其在談離婚的時候 或是要分手的時候 切記去怪對方罵對方 因為你怪跟罵等於是 這些怪跟罵都是手榴彈 你都往自己心裡丟 其實對方不一定會感受得到 對方也不會因為你這樣子 就變得乖乖的會比較配合你都不會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時候 反而要靜下來就是說 其實不要生氣不要去情緒化 不是要原諒誰放過誰 是要保護自己 了解